大家好 港股今天是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看到开局都要失利 昨天我们假期 但区内指数表现已经很差 港股今天回来就要补跌 曾经下座超过900点 我们看看恒指今早的走势图 恒指今早低开338点 但都已经是半天的高位 之后跌幅是顺积扩大 曾经急插超过900点 曾经穿一穿过28,000点 是2017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看到半日成交率很多 有超过700亿到719亿 我们看看恒指中午的收市表现 中午恒指跌789点 就报28,165点 至于国指跌376点 跌幅有超过3% 中午收报10696点 我们立即请来今天的嘉宾 Rafi王伟豪和我们谈谈 Hello Rafi 你好 看到虽然过了6月 但7月开局 看到港股的势都很凶险 Rafi 外围又继续有特朗普 周围就轻风作浪 其实港股7月开得不好 会不会七翻新也有点难度 当然暂时市方面看法还是偏弱一点 你说7回不回到山 当然现在才第一天 可能7月中后就开始康復 要调回上去 当然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刚才提到一点 短期来说还是觉得偏弱一点 最主要刚才你也说到几件事 一来始终是港股 面对比较负面或者不确定性的事情 还是比较多 当然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 俄维的一个迷战 而特别是大家看着就是 接下来星期五 美国那边是否真的 如期向中国的一些商品 征收第一轮的一个关税 这个是第一个关键的地方 一旦走下去 大家会觉得之后会有什么回应 或者双方会是叫做 进一步升级的迷战的层面 这个事件就是港股添加到不平的地方 而二来大家都知道 近这几天 特别是昨天港股虽然没有事 但是A股那边仍然很不赞你 不断穿底 而今天回来仍然在试下去 再加上人民币的汇加 都持续在香港贬值得十分 那几件事加上 对港股也是偏利难一点 而港股来说 如果这刻确立跌穿二万八的话 我相信下面来计 仍然可能试到一千点左右 大概二万七这些位置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支持 因为始终以二万七 正正就是由去年二万二起步 去到今年三万三千四的高位 大概一半左右的水平附近 所以初步先看着这些位置 去到这些位置 甚至当时提到的因素 慢慢要好转一些 当然始终我觉得 舍后市 有条件再做好一点 大家可以留意二万七这个位置 我看到有些网民都很热烈地讨论市场的走向 有些就说 好像Rafi你所说 要看着星期五 7月6日这个日子 他们估计那天会大红市 刚才Rafi说到 可能都要看回A股 即外围因素 以及一些人民币的因素 其实看到港股 长假回来跌得这么急 但其实昨天见到A股跌超过百分之二 其实都有一些预警 见到今早早A股都未止跌 上周都跌得超过百分之一 见到其实人民币急跌 在股市的下跌主因之一 见到人民币跌到近一年以来的一个新低位 中间价 即昨天结束了八年跌之后 今早又是再跌过 跌340个点市 报6.6497 而利岸和在岸价都穿了多个整数关口 利岸人民币 CNH 今早一度跌穿6.73关 在岸人民币就跌穿6.7的水平 我们见到内地 昨天又出了财新中国制造业採 究竟利人指数 即是PMI的数字 亦都差过预期 按月跌0.1个百分点 但Rafi 我们见到官媒今天头版说到 A股大跌是非理性的过度反应 目前宏观经济是稳中向好 市场估值趋于历史低位 而上市公司业绩是稳中有升 见到外资入市的规模亦是增加 足以支撑A股穩健运行 见到官媒不停撑市 但A股跌不停 Rafi 你又认不认同A股现在是过度反应 暂时我觉得A股还是偏弱些 虽然你说近几天开始 见官媒出来要说话 但其实 其实讲真一句 整个A股要等的不是靠你官媒做几句话 就可以回答上去 反而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实质的支持 譬如可能是资金的入市 那样东西 因为官媒刚才说的那些说话 应同的 整个企业盈利层面上看 其实增长不是差的 这些大家都知道 甚至估值 其实落到这些位置 都慢慢合理一些 其实所说的东西是对的 但是信心或者资金的动力的问题 所以就算你说这一刻 你这样说话也好 其实对A股未必会有太大的帮助 反而反过来说 就是到了这一刻 落到这样的低位 都只是出来说话 是不是令大家都觉得 短期来说 可能再出手的机会 也未必那么大呢 所以变成你这两天 为什么A股的跌势 或者反应会再差一点 都会更加 所以我觉得 A股或者人民币方面 可能还有机会再稍为下股 所以变成这一点 都会对港股来说 加添了个比较明显的拖累 好啊 我见到一些网民 都一直说 一天A股不升 港股都很难升 Raffi 你刚才提到 现在官媒 只是出口去说 未见到入市 其实阿耶 是否真的 不会出手舊市 Raffi 你自己有认为 当然其实以往的经验上说 或者过去这么多年 很多时 当股市落得这么低 或者人民币 叫做弱得这么厉害 大家都会见到 内地会有资金 去出手户 或者是打一弹一些 其实近这几天 都不断有这些冲景 可能会出现的了 但是你见到 其实近这几天 内地的取态 似乎觉得 可能未必出手着 一方面 你见到过去这几天 不会这样的商杀 跌得这么急 你见到 其实内地也不是太多 就是反应在那里 甚至我刚才说 只是靠各个官媒 可能一些言论 一些补章 去说一些东西 但是 已经提到 更加意味着 可能短期来说 即时出手叫做更加不难 所以有机会 可能短线 都可能会有 它们再偏弱一些 甚至乎 内地这一刻 所谓面对的一些问题 比较多 即是无论外围又未见 里面又可能有经济面 各种问题 再加上股市 汇市都一样 一样 所以这么多个问题 差点说 很多火头要够 所以未必那么容易 可以先解决股市 或者汇市 所以有机会 就是要有一个先后次序 所以暂时 可能股汇这两边 都由得它 稍微差一点 是的 看到上证 其实昨天 就失手了2800 这个位置 再次 Rafi 你又觉得 上证 其实现在是否有机会 可能都要下市 去到再低一点的位置 现在是2740点左右 是的 如果以短期来说 因为其实这样说 譬如早一个多月 其实当时上证 有个市场 比如3100这些位置 那你见到不断 188点地下游 3100 说到3000 2900 2800 一步一步地打穿了 所有支持位置 说真的 现在呢 你说再下市到什么位置 其实是难去估计的 所以反而 你看一看 就是有没有机会 可能短期来说 A估计可以真的站稳之后 甚至 站上去 288点流上 如果能够站上 这位流上 那可能初步 会是要定一些 但这位也站不回 说真的 他在下市的空间 那当然也没存在 好 那我们真的要密切留意 人仔和A股的走势 那我们不如谈谈 今天跌得很伤的一批股份 Rafi 就是D豪赌股 看到当中银鱼 是中午跌超过7% 是半日表现最差的蓝筹 就收报56.15 看到金沙都跌超过6% 澳博也是跌超过6% 而永利和美高梅 就跌超过8% 赌股跌这么多 除了因为大市急坐 还加因见澳门的六月倒收 在差过预期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 六月行运博彩无收入 按年只升到12.5% 去到大约224亿澳门元 按月更是跌超过11% 野村和瑞银都说 赌收差过预期 主要是受到世界杯影响 和贵宾厅业务表现拖累 而野村说 过去投资者期望也是过高 瑞银就说 赌收的高基数效应 在7月就会继续 所以预计7月赌收 按年只会增长8%至10% Rafi 虽然世界杯和高基数效应未完 但见到赌股 六月其实已经累积 跌了超过一成至两成 大家早前可能太乐观了 现在回了这么多 而高盛就继续建议 趁赌股回 入市存回一些股份 你又觉得 是否可以在现在的水平博反弹 我也觉得如果未来慢慢跌 还可以做这种社保存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今天跌 刚才你提到两个因素 最主要是可能受到赌收 比预期差一点 让它跌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再加上 始终今天的市场跌了 八百多九百点 以上都加大了估计 或者放大了股面反应 所以形成今天来说 整个赌板跌的幅度是挺夸张的 但是说真的 数据没错 和之前的行业期 可能增长大韩平均 按年两成来计 是有一些距离的 最终都是升了2.5% 但是其实实质来说 譬如今年又有世界杯 甚至乎有很多 譬如撤销银元机的一些因素来看 按年都能够升到一成二流上 其实我自己觉得 又不需要一个太差的数字 甚至乎实质来说 过往这么多次的六月 其实本身都是传统一些淡的月份 所以其实按年都能够升到一成二成三 我自己觉得又不是真的差得那么夸张 未至于使股价跌那么多 所以其实今天来说 我也觉得可能有点反映过了 所以如果现在来说 能够站定一些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中市部署 因为不仅年初至今 就是一月至六月来计算 虽然刚刚五月六月两个月的数字 都比预期是差 但是拉运半年来计算 整个赌修按年 还有大概18.9%的按年 虽然其实不是很差的数字 再加上下半年 始终有港租大桥等等的通车 或者下年都不开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赌股 其实刚刚提到 订阅之后 做一些中性的部署 都可以效力化 好啊 如果真的要博一些赌股的话 是否都是选择银鱼 27号这些会比较稳定一些呢 我想两只 两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一只当然是银鱼 因为始终银鱼真的集中 可能是Grantan业务为主 甚至看到 即是未来 虽然还有新墙 可能银河第三至四级会去开 但是短期来说 在新投资金不是那么多 所以变上未来 都有机会可能增加牌识 这个会比较乐观一点 而第二只来说就是永利 因为其实永利 特别看到的地方就是 它走的中场业务得尼 比较高端一点 永利王峰那边 所以变成由去年 前年年未开完之后 其实去年业绩 永利王峰的增速是很快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 也有利于 未来公务第二季的时候 业绩表现 所以这两只 我觉得会是 趁着这一阵的调整 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好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鄭银鱼和永利 我们不如看看观众问题 Rafi 看到有很多观众都在问你问题 其中我看到 都应该有很多观众关注的 就是腾讯700 有传回腾讯音乐 今个星期 会递交去美国上市的申请 月料市值超过300亿美元 但大家最主要关注 都是股价的问题 看到腾讯今天 再跌$9 去到$384.8 中五首市都跌超过2% 很多观众都很关心 就是 究竟跌到什么时候 和什么时候才能买 而观众Max Chiu 都是问同样的问题 就说跌到什么时候才能买 Rafi 你又觉得呢 其实是这么说的 当然这一阵腾讯要跌 始终都是跟市价下跌 但是这段跌势上 它都算价市为之强 这一刻都不断穿今年低位 市价今年低位 但是腾讯穿它之前的底 因为之前的底 大概有375估计 差不多是10元的距离 所以反映腾讯本身股价 都算是比较强一些 我说这个都很关 始终俄维 比如美国那边科技股 都是偏强固 再加上腾讯本身业务来说 其实又不是特别大的 什么转差 或者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看法我自己 没有什么特别大改变的 只不过你说如果市价下 它要再下多10元、100元 当然肌肉症是会有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部署 或者没有货想买的 当然我觉得380元那边 可以叫做是第一柱小柱 去试一试 因为其实下不下这几元 真是难去猜的 我觉得380元可以叫做 小柱第一柱 假设你再试 例如川湾之前低位375 有下的 它做大概370副的柱 才做第二柱的部署 我觉得这样的分柱吸纳 中线来说 其实我自己对腾讯的看法 还是比较有信心 好 大家可以留意 刚才Ravi说的一些部署策略 不如再看看另外一条 观众问题 说的是一些药股 以106 六页制药 有观众 Linin Chang 问 100.4 就买了 他就说 应该是要止蚀 还是中线持也好 看到今天借2186 股价也不能避免 也要继续下跌 即市跌得那么厉害 今天跌近5% 中午就修补7.65 如果观众在8.4有货 Ravi应该怎样做呢 当然 如果你部署上是短线为主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是减一减膀才会好些 其实说起来 中线当然我认为问题不大 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绿叶普 或者医药股落 其实都是一例跟着市 再加上整个板块 年初至今累计升幅度比较多 股价之前都经常说是偏贵 这下当我试一试 一些股价高的股份 自然调整的空间都可能大噴 其实真的不奇怪 所以你看到它慢慢跌得比较多 所以如果短期来说 可能真的先比一比 但中线我觉得问题不大 甚至乎如果未来 能够站在8元楼上的这些位置 是更加稳固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暂时再调一调 如果能够站高一点 如果你比较担心一点 可能到时候才在8元边附近减一减膀 好 大家可以留意这个位置减膀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观众问题 就是逆音 有观众问逆音200-500 然后问前景如何 这类型的新经济股 之前上市表现上来 都不是特别好 今天跌超过4% 收报3.1.5% Ruffy 你又如何回应观众问题 就是逆音的前景应该是向好 还是怎样呢 是啊 暂时我觉得还是一般的 一来刚才说 就是新经济股 其实由去年当然上去几只 曾经都挺大级分性的 但是慢慢地 又股价走样 再加上今年回来 亦都是很差 所以大家这一刻 对上所谓的新经济股 都不算太大的炒足 再加上本身逆音 业务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独特 在我们的房汽车租金不同形态 其实竞争都不错 所以我觉得盈利前景未必太强 所以如果未有货 我觉得就不太容易 大家考虑着 好 观众就留意一些风险 还有可能看看其他 刚才Ruffy说过的一些 可以薄反弹的股份 那我们不如再看另外一条观众问题 有观众就问借6098 迫柜原服务 他就说入9.3 我想可能是有货在手 看到今天也偏远 但是跌幅不算太大 在大跌市里面 跌0.7% 中午收报9.98 如果9.3有货 应该如何部署 Ruffy 当然暂时都可以先拿着 因为畢竟有利用在手 甚至股份的行业 特别是物业管理行业 来计算 我自己看来是比较正面的 我相信这一两年的盈利 增速还是比较快的 再加上企业服务 暂时都是以武器 那些物业做个盈利流言 所以相对于盈利水平 会比较稳定一些 所以我觉得看法上 不是特别差 但是当然了 它上市之后 在整个市场 就比较波动 或者比较反复 所以它的股价都挺发上发露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 就是上市后的低位 如果没有技术 大概8.8 我觉得要跌穿 可能先走一走 如果不穿 就不妨先拿着 好啊 那观众留意 8.8 这个分水岭的位置 我们看到 现在恒指已经是开了市 我们看一看中五个收市表现 亦都要和Ruffy说新报 好啊 就想问Ruffy 你有没有持有刚才说过的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Ruffy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的问题 我们看到恒指现在已经开了市 我们看看恒指中五开市表现 看到现在大约跌八百点左右 就在28100点以上的水平 我们今天五视博翼 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拜拜